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探勘风的讲师大宝 那我们讲到说探勘就是离开步道 离开山境 那但是离开步道离开山境之后 我们要干嘛呢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比方说有一些人就去看 以前山上人的活动 所留下的痕迹 那么 这个东西其实有的人就讲说 是去看人文历史的部分 那你要去看人文历史的资料的话呢 首先你得要注意到它有一个问题是 它里面的地名 往往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那么有一些朋友就会说 很简单啊 我们就找以前的地图来看嘛 不过 你知道以前的地图长成什么样子吗 请看 好 那现在这个呢 是1916年出版的 比例尺是五万分之一的 翻地地形图 那各位如果熟悉现在的登山地图的 你可能会嗤之以鼻 哦 以前的人用的地图是这么的烂哦 画的这么粗糙啊 这么随便 像这张玉山 哎 你玉山怎么连排云山庄都没有呢 可是不好意思哦 各位可能忽略了 1916年的时候 排云山庄还没有改 那对 没有错 90年前 193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24到25岁左右的 就读大学二年级的 陆野忠雄 他就是拿着 现在你看到这个 1916年出版的翻地地形图 就五万分之一的这样 粗糙的地形图 他就自己在玉山那附近 整整爬山了70天 那你会不会很好奇说 他为什么不会迷路 他在爬山方面 到底有多厉害呢 陆野忠雄的学术贡献很大 那他的文笔也很好 而且他很愿意写 所以他留下很多很棒的文章 那透过这些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 台湾山区的风土民情 那他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这本 《山云与凡人》 那里面有很多 山区活动的记录 不要说到真的很深的山区好了 就说埔里好了 你会看到他记载原住民的穿着 然后接上小摊子贩卖的东西 有香蕉 有凤梨 凤梨还有切片的 或者其实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感叹的事情是 他那个时候 光是坐着一个台车 然后就会看到 上百种的蝴蝶翩翩飞舞 那这些景象 现在都看不到了 像陆野忠雄写的这个 就是我们所讲的自然字 那就是说 一个探险家 到大自然里面去活动 那他所留下来的手记 这种东西 可以让后世的人 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然啦 写这个记录的人本身 一定要很会观察自然 他不是只是跟我讲说 大家几点几分吃早餐啊 然后哪个队友去上厕所啊 然后谁跟谁打情骂俏 这种事情 其实你留下那个记录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那但是我们透过陆野忠雄 他当时的描述 我们可以发现说 有些在当时是尝试的事情 比方说像那些蝴蝶啊 那或者是像 当时陆野忠雄 去爬卓射大山 他晚上曾经住过一个地方 叫做卓射 那卓射现在在哪里 这件事现在其实 我们大家是变成是在争论的 可是在当时是尝试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解析 陆野忠雄的描述 然后再从里面的蛛丝马迹 去推敲出 原来那个时候的卓射 是在哪里 要知道这些地理与历史 复合型的问题的答案 那我们登山者的知识与技能 就有发挥的空间了 我会读地图 那我知道什么样状况 可以走多快 但是在得到答案之前 其实我得要知道另外一个问题是 陆野忠雄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登山者 他脚尘如何 然后他运用地图 找出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 也就是所谓的定位 他的技巧如何 然后知道这些之后 我其实又可以推敲出 当时他所走的那条路 的路况如何 好 那这边其实也不要给大家猜了 我直接讲答案 我个人推估陆野忠雄 并不是大家以为的弱咖学者 他的体能啊 非常的好 他如果现在有在跑越野跑 他在台湾会排到前500名 好 比方说 这本书里面第二段 陆野忠雄 拉了当时那个新高住在所的警察 还有一个布农的年轻人 三个人从新高住在所 一天爬上玉山 然后来回南玉山 那新高住在所在哪里 其实一开始大家也不知道 然后后来很多玩探勘的山友 帮忙比对出来说 原来他其实不是在现在 我们讲老东西营地那个地方 他是在离巴通关 只有大概2点多公里的一个地方 那一个平台 那现在大家有在爬百月的就知道说 你从原峰山屋来回南玉山 算是一天的行程 可能要走8小时或多久 那么你再从新高住在所 就比较靠巴通关那边好了 要走到玉山祖峰 然后再走到原峰山屋 这个对很多山友来讲 其实也是一天的行程 可是鹿野忠雄一天从新高住在所 来回南玉山 他等于是一天走掉 现在山友要走两天的行程 那你信还是不信 但是大家要读以前的这些资讯呢 也要非常的小心 像这篇鹿野忠雄的描述里面 就有一个bug 他真的有到我们现在大家所知道的 那个南玉山吗 而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另外一个重点 我们登山者可以到现场去比对 那所以我可以看说 鹿野忠雄他的描述 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山 现场的地形 地貌 地景 这些到底是不是吻合的 所以就算他的地名写错 那我也可以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个问题下一集 我再来跟各位解答咯